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吴小辉母亲诱发公开信仪式 吴小辉的母亲林湘美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公开信近日曝光 指安邦案件中有千亿的资产被违法处置 吴小辉母亲林湘美在广为流传的一封题为 关于安邦案件中千亿资产被违法处置的情况报告 落款时间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的公开信中指控 安邦集团接管工作组对公司的接管缺乏法律依据 在接管之后又严重背离了接管目的 违法处置公司资产 剥夺公司股东资格 将二百亿元资产擅自违法处理 接管工作组利用虚假诉讼手段 侵吞产业公司合法资产 涉及金额高达五百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在二零一八年二月 安邦集团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 二零一九年七月 安邦保险更名为大家保险 但林湘美指控接管工作组接管依据不足 控制二百六十家产业公司行为与法无据 涉嫌剥夺安邦集团三十七家股东的股东资格 涉嫌违法低价处置安邦集团数百亿核心资产 涉嫌制造虚假诉讼 企图侵吞数百亿合法财产等 林湘美表示 她和律师多次想见在上海宝山监狱服刑的吴小辉遭到拒绝 吴小辉服刑后 家属律师的会面权没有能够得到保障 此前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林湘美在互联网发出了一位母亲的气血呼吁公开信 表示她二十次探监被拒 并发出她带同我要见我儿子吴小辉横幅到上海监狱管理局上访的照片 此前二零一七年六月吴小辉被捕 二零一八年二月被起诉涉嫌诈骗六百五十二亿人民币 以及非法侵占安包财险保费资金一百亿人民币 判处入狱十八年 以及没收一百零五亿人民币资产 下面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表示美国政界现在越来越认为中国政权本质就是邪恶的 文章介绍说中美关系自上个世纪七十年戏剧性出现缓和以来 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成功避免了出现更大的风波 但是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曝露出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有人去年曾经将日益冰冻的中美关系比作新冷战 但这种描述并不准确 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于四十多年前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格局纳向径庭 有两个关键因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关系计划提供了有效缓冲 首先是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 过去几年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冲突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 而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第二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抵消了其他领域的摩擦 相比之下中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和投资往来 直到最近即使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官员 也倾向于排除中美关系紧张恶化到全面对抗的可能性 但是两个关键因素正在消散 尤其让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中美之间的纷争正呈现出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因为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九年越战期间 在战斗中死亡的美军士兵人数 美国人对流行病所造成的破坏性愤怒越来越多的指向中共 认为中共应该为全球卫生危机负责的观点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越来越多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表示 中国最初隐瞒导致病毒流行危害 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丧生 他们认为北京灾难性的掩盖反映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用铁腕统治国家 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将中共魔鬼化 将其作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项运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战 攻击中国执政党的本质 而不仅仅是攻击它的行为 带头发起这项活动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声称病毒的爆发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而川普政府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 蓬佩奥认为中共政权永远不能被信任 在白宫内部蓬佩奥并不是唯一 怀有这种深度不信任的人 根据华盛顿的消息人士表示 虽然认为中共本质是邪恶的观点 还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 但是这种观点可能很快就会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中占到上风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 正在推送宣称中共政权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消息 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在中国已经控制住病毒之后 很长时间仍然没有完成控制 有一些中国官员兜售阴谋论 认为美国利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还有冠状病毒危机 试图削弱中国 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迹象 表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真正危险和冲突正在增长 如果美国和中国社会仍然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和双边经济互动的交错网络约束 那么一场全面的新冷战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大流行却正在加速两者的脱钩 根据路透社此前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措施削减对于中国各类供应品的依赖 川普政府利用税收减免和国家补贴 为美国企业把生产和采购业务 牵出中国提供动力 眼下优先考虑的是医疗和保健用品 而美国大部分材料严重依赖中国 但是这一政策举措的范围将扩大到包括电力供应 电信信息技术和交通等相关产品在内的广泛领域 美国现在已经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主要电信设备制造商 在其第五代无线网络中使用产品 但是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国家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安全防范 在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发生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策攻势 也就是尽可能的把中国的存在 从所有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域中剔除 这是一场具有远超全球影响力的斗争 即使是美国前总统拜登在十一月的大选中获胜 这样一场高风险的冲突也不会缓解 因为其根源在于习近平的政治纲领 在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国党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宣称到二零五零年中国将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全球超级大国 他已经推出了一项战略 通过政府在军事和先进技术方面的大规模开支来实现目标 习近平还试图通过他所谓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 同时削弱美国在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的霸主地位 习近平的议程激起了美国的本能反感 双边关系甚至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紧张 而川普只是加速了这样的趋势 一位正在为拜登提供外交政策建议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强调 这样的进程不会出现逆转 这一位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也将扩大美国与盟友的合作 以实现对华政策的目标 但是不会在安全人权和贸易问题上对北京采取柔和立场 现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比美国和苏联之间产生对抗 产生更大的全球影响 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比苏联强大得多 而在其他领域也开始追赶美国 这意味着两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竞争中保持病假崎岖 有三种情况可以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如果中共不再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变当前的世界秩序 如果华盛顿接受中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野心 或者是这两种情况结合 那么最坏的情况也许可以避免 对于亚洲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来说 最好的情况显然是第一种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主要盟友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欧洲 应该共同努力向北京施加压力 使其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 以防止两个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冲突的黑暗时代的开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几条最新消息 首先是根据新华社的消息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五月十三日 结束在黑龙江的调研之后 没有直接回到北京 而是赶赴吉林去调研指导当地工作 事实上到黑东江和吉林之前 孙春兰刚刚从武汉回京半个月 此前在一月二十七号 他率领中央指导组抵达武汉 近期才返回北京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副总裁朱明 在五月十六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表态 他说股市最近的波动非常有意思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对回忆现场的报道 朱明表示现在全球资本市场还是乐观的 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乐观情绪之后出现了变化 此后资本市场的第一波下跌是源自中国和亚洲的疫情爆发 第二波下跌则是由于二月国际地缘政治引发了能源危机 第三波下跌是在疫情在欧美和全世界大规模蔓延面临失控 总体市场非常悲观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下跌是市场合理预期的反应 还是有很重要的风险因素在里面 他表示他与美国的前财政部长萨莫斯都认为这是市场对疫情的反应 反映了对于未来发展对于经济冲击的担忧 风险因素不是很大 总体来讲是市场反应而不是风险因素 朱明表示现在中国股市表现优于世界上其他股市 首先是因为疫情发现较早 央行在二月就提供了流动性支持 第二是中国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下 复工复产比较小 但是朱明表示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一个长期过程 公司的盈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会维持比较低的水平 而且会发生小企业的破产 股市也会不断调整和震荡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最新表态 根据来自法广的报道 他在发表文章时呼吁 在针对中国这样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的问题上 欧盟作为整体应该保持统一纪律 他指控中方试图利用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中的不同观点为其所用 并在国际上促成中国式的多边主义 近期欧盟被指在其自我酝酿的一份提到中国进行虚假疫情宣传的报告中 即欧盟驻华使团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一篇二十七个成员国 大使共同纪念欧中建交四十五周年的文件事件上向北京进行妥协 面对质疑他本人也多次澄清 在最新观点文章中 他举例表示 在疫情中尽管双方都曾经向对方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提供过医疗支持 但是中国却确保让其对外援助的形象示人皆知 欧盟方面却保持相对低调 他表示现在的关键是欧盟必须从疫情的危机中吸取教训 也包括我们与国际伙伴关系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教训 他表示我们应该避免在战略领域过度依赖 而通过建设关键材料库存缩短以及增加我们的共鸣链 他表示欧盟或中国经常表示他们对促进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的承诺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我们彼此对于多边主义的方法存在差异 他特别表示对于中欧关系而言 相互信任透明度和对等原则是必要的 在中国关系接下来应该以就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欧盟的利益 进行现实性评估的基础上而继续进行 他表示在对华关系上也是如此 更进一步的是中国有的时候要利用欧盟国家的分歧 可以肯定的是最后还是要依靠我们欧洲人自己来维持集体纪律 团结是发挥影响力的基本条件 就算欧盟最大的成员国也不能单一的影响某一个超级大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进一步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已经荡然无存 而中美关系面临大洗牌 邪恶疯子无耻 这是近期中国对美国对其批评回应 所采取的数十年来未见的尖锐言辞 这样激烈的指责让中美关系陷入了低谷 现在两国人士都警告说 两国可能面临新冷战 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巩固北京长期以来的怀疑 也就是美国和盟友一心想要扼杀中国作为经济 外交和军事强火的崛起 强硬派人士呼吁北京更加强硬 因为川普政府居然将美国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原因归咎于中国 而温和派人士则警告说 北京的强硬回应可能适得其反 在中国最需要出口市场和外交伙伴来振兴经济和重获国际信誉的时候 让中国陷入孤立 与美国的冲突正在引起更广泛的贸易技术 间谍还有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 川普在周四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甚至表示 我们可能会切断整个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到目前为止 双方的敌意大多局限于口头上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川普和习近平在一月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可能会破裂 尽管最近双方承诺遵守条款 而其他方面的紧张局势 包括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也在不断升温 这次大灾难之后 国际政治格局将完全改变 中国南海问题研究所所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中美之间在贸易科技 对台湾南海问题上的对峙将是更大的问题 紧张的局势在周五也蔓延到了联合国 中国要求美国支付其拖欠的联合国贪款 根据计算这笔款项超过二十亿美元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则回应表示 美国一般在年底才支付贪款 中国这样做是给予转移对病毒危机的注意力 掩盖其管理不善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 的确给习近平带来了政治上的打击 此前官员被认为隐瞒了信息 在几周前 川普和习近平通过电话进行交谈 宣称在病毒面前他们团结一致 而川普表示他对习近平很尊重 习近平也告诉他各国必须一致应对全球危机 但是随着美国的死亡人数爆炸性增长 他们之间脆弱的友谊崩塌了 白宫共和党试图转移愤怒焦点指责中国反应缓慢 并且掩盖了关键信息 反过来这种反击又重燃了贸易技术等问题上的争斗 美国在周五发布了新规则 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使用美国组件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众情绪也对中国偏于强硬 我和他的关系很好 只是我现在不想和他说话 川普周四这样表示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对川普威胁要断绝关系的言论则反应冷淡 表示两国仍然应该合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其他的一些官员提出 冠状病毒是从武汉的研究所里泄露 但是许多科学家表示 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却缺乏证据 在中国人的眼里 川普政府试图要让中共的统治非法化 同时丑化中国 不仅要丑化中国 也要丑化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峰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中国领导人也通过国家媒体反击表示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无视警告 灾难性的误导了这场危机 中国已在高举自己的应对措施 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 而不是批评的榜样 这种疯狂的行为 显然是美国自中国开始在全球崛起以来 焦虑的副产品 民族主义的中国小报环球时报 周五对川普发表评论表示 这也代表着华盛顿精英们的妒忌和恐慌 美中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 现在正在进行重大评估 哈佛大学的学者如此表示 而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呼吁中国扩大核武 以应对美国行动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不理性的美国 美国只相信实力 他在上周这样写道 其他的鹰派人士则警告表示 中国需要准备好应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冲突 今年以来美国军舰已经加强了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巡逻 有一些强硬派则走得更远 警告要开战 我们必须把那些被美国收买的汉奸挖出来 北京一个退役少将 本月在中国民族主义一个网站上流传的一份政策建议中这样写道 在北京号战的声音受到了更加温和态度的挑战 中国外交部也与胡锡进关于核武器的言论保持了距离 尽管存在敌意 但是两国政府还是推动了部分协议的达成 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中国的两极分化其实也很严重 有些人只是认为没有办法只能反击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南京大学的学者朱峰这样说 他表示中国非常需要冷静的头脑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 中国在爆发初期的失误之后 与美国强硬可能有助于拉动国内的支持 但是他似乎对全面对抗没有胃口 尤其是他在恢复中国经济的时候 自从二零一二年以来 习近平扩大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控制权 推动激怒了美国公司的工业项目 并授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拘留了少数民族 在二零一九年的贸易战之后 习近平似乎有信心控制住局势 根据白宫的顾问表示 去年年底他曾经表示 他宁愿与川普打交道 也不愿意纠缠与人权问题的民主党人打交道 但是从三月份两人电话以来 习近平一直没有与川普通话 我们所说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默契 让他们可以利用良好的个人关系 我认为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习近平对美国如何出手 这对他的政治命运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都有影响 虽然川普考虑到总统大选 但习近平也必须考虑他从二零二二年开始的第三个任期的前景 习近平没有明确的继承人 在二零一八年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 为无限期执掌中国开辟了道路 同时习近平不想在外国的要求面前显得软弱 也不想面临着经济持续低迷的风险 中国的哲学是当一个领导人强大的时候 他才可以灵活 但是当一个领导人被削弱的时候 这就是你需要担心的时候 下面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谭德赛的做法其实早就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不满 原因是他似乎对中国谄媒过度 文章介绍说 当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赛在一月底从北京访问回来时 他公开赞扬中国领导层对于病毒的反应 根据熟悉情况人士表示 极为顾问强烈建议他不要这样做 在与习近平和中国的高官们会面后 谭德赛对他们对于病毒的了解 以及为控制病毒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 熟悉讨论的人士表示 出于外界对他看法的担心 顾问们鼓励谭德赛少用一些夸夸集谈 但是总干事却很坚决 部分原因是他想确保中国的合作 他有时在这方面会有一点天真 知情人士如实表示 但是他也很固执 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随后对中国领导曾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努力 进行了公开表扬 有证据表示中国官员压制了举报人的声音 并压制了有关疫情的信息 谭德赛的讲话引起了一些成员国的批评 认为他的言辞过于夸张 美国总统川普带头指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 并暂停了美国对组织的资助 而对于世卫组织内部人士和外交官的采访这些是美国的公式让谭德赛在机构寻求协调全球应对的过程中在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的时候更加凸显艰难处境 熟悉讨论的人士说谭德赛的举动明显让川普感到傲丧 他感到世界卫生组织正被用作政治工具 我们正处于我们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战斗的时刻 该机构的顶级应急专家麦克莱恩表示 他在接收路德社采访时说 世卫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卫生系统应对开发疫苗和药物 让经济重回正轨 这对任何组织来说都是让人担心的大任务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 未来几个月内 我们在许多脆弱国家的一线基本医疗服务系统资金可能会面临重大中断 谭德赛本人强烈博弑了有关于他表扬北京过分的批评 表示中国采取的严厉措施减缓了病毒传播 并让其他国家做好了准备 谭德赛其实知道他的访问和公开对中国表示支持 有可能会让中国的政治对手们表示不安 熟悉情况的人士这样表示 但是他仍然认为 随着新冠病毒传播到国外 在全球卫生方面 他们看到了更大的风险 也就是如果失去北京的合作那会怎样 因此这是一种平衡之后的考虑 在二零一七年 谭德赛成为了首位世卫组织的非洲领导人 尽管在竞权后期出现了他是否在限制人权 或掩盖埃塞俄比亚货乱爆发方面 可能出了潜在的破坏性作用 但是他还是赢得了这一最高职位 他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 作为这个在一百五十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拥有七千名工作人员的全球卫生机构的负责人 他在世卫组织实施了根本性的改革 包括重新建立了应急反应部门 因此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高级同事的称赞 在疫情爆发之后 谭德赛往往会亲自奔赴疫情的中心 在二零一八年八月爆发的爱博拉疫情中 他至少十次前往了刚果民主共和国 而有西方外交官回忆说 在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位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喀麦隆医生 在一家爱博拉医院被枪杀后 大家亲自目睹了谭德赛的哭泣 他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 在一月二十八日与习近平会晤期间 这一位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与习近平讨论了数据 还有资料共享等内容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了一张和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说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会谈 而习近平的应对方式是伟大的 相比之下在二零零三年SARS爆发时 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布伦特兰 曾公开批评中国在报告和分享疫情信息方面表现得很迟缓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 但是谭德赛的做法与布伦特兰完全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深人士表示 公开批评政府会使得他们更加不愿意分享疾病信息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合作 他曾经看到一些国家在感到压力时 就关闭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 这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就失去了获取数据的机会 但即便如此 谭德赛对于北京热情洋溢的话语 还是让一些人感到了不满 再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正在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他近期发表了有关于SARS相关病原体以及动物宿主的新研究 这一项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表示 蝙蝠携带的许多冠状病毒具有高度遗传多样性 特别是在碎状蛋白方面 这表示他们随着时间的转移 已经进化出了有助于传播的冠状病毒 石正丽现在也是人们猜忌的对象 原因包括他发现了二零零二年 在二零零三年在中国南部地区传播的SARS病原体的天然蝙蝠群 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表示 他对于这一次病毒与武汉研究所的关系有高度的信息 甚至在美国情报部门表示病毒不是人为的 也不是基因改造的之后 仍然表示要调查以确定疫情的爆发 到底是天然的动物还是实验室事故 而石正丽一直否认病原体是从他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再要为您观察到的是习近平近期的出访 同样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文章介绍说 习近平最近几周一直忙着在全国各地巡视 向民众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对病毒的持续威胁要保持警惕 同时鼓励工商界尽其所能 让国家经济恢复运行 虽然所谓的视察之旅的目的看起来可能不言而喻 但是观察者们表示 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这位领导人 也在利用个人露面的机会来推动新的叙事 强化中共的政策议程 他鼓励当地人加快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现在习近平最迫切的目标之一 使到今年年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咨询公司的研究高级主管表示 将疫程从病毒控制转移到经济发展 这传达出了一个信号 也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克服了病毒 有信心把重点放在其他领域 研究者表示 习近平似乎也在暗示 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其他衡量标准来重新定义 包括环境或者是技术领域的进步 获取可靠的信息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他最近在全国各地的访问 似乎也是表明他希望把握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脉搏 而研究者认为习近平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之前 正在利用这些视察巡视来推销后病毒时代的中国新叙事 他们表示这个叙事的核心信息是 虽然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民主的西方国家 在遏制病毒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中央的坚定领导和共产党的优越性是中国摆脱危机的关键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资深媒体人王向伟的观点文章 中国不想也不能够领导世界 文章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 当时中国面临着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恶劣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被西方列强鼓励 一九六九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发生了短暂的血腥边际冲突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担忧 当时为了防患于魏然 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号召深挖道广积粮不称王 北京对莫斯科的恐惧感不断升温 使得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全球战略 谋求与宿敌美国修补关系 为中国最终回归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 而五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两国虽然还不是盟友 但是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却在迅速恶化 但是毛泽东的口号仍然在北京高层里引起共鸣 如果人们试图了解中国是如何看待病毒所催生的快速变化的国际动态 那么这句话是值得重温的 文昌认为随着包括北京和华盛顿在内的世界大国 为疫情后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世界而进行排练 中国将从危机中走出来 并试图填补美国退缩后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 这样的说法现在得到了很多支持 一方面是新加坡的前外交官 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最近在为经济学人的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表示 大流行病可能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世纪的开始 他将亚洲国家对于疫情的高效处理 还有西方国家的无能反应进行了比较 而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右翼评论员 比如福克斯新闻的卡尔森 他声称北京利用混乱局面推进其统治世界计划 还说这场灾难可能预示着新的中国世纪 但是在这些夸夸其谈的背后 中国官员和分析家们对于国内国际形势评估却很严峻 即使是在四月八日当中国放松对武汉的封锁后 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也在对疫情带来的国际挑战 采取评价时采取了更加严峻的语气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已经与四十多个外国首脑通电话 敦促国际合作并提供医疗物资支持 但是现在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 即使是在美国退出世界舞台 让西方盟友感到失望的时候 国际媒体已经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如何通过所谓的口罩外交 向世界各国运送大量医疗用品和专家团队 试图围绕中国国际领导力来创造这样一种叙述 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中国寻求全球领导权的企图 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有义务增加生产以满足国际社会的需求 而更加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 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慷慨帮助 此外分析人士也提醒说 当病毒仍在肆虐全球经济并且造成生命破坏时 中国政府不应该过分夸赞自己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 这样的宣传有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不满 北京不愿意出头露面 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能力资源和经验有限 但是也是由于中国内部对于自己优先事项的争论 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复杂 中国都必须管好自己的事情 这在当前的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的最新文章 文章认为现在中美矛盾无解 只有习近平或者是川普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出局才能够破局 文章表示随着冠状病毒危机不断地重塑地缘政治 中美之间对立出现了明显恶化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援助 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在抗病毒后的世界地位 不久前华盛顿方面提出了选边站二选一的说法 但是现在这种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北京 文章表示大流行有三个明显的阶段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其他国家在与中国同流合污 还是在与中国作对之间选择 世界各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一月和二月 大胆地封锁了其广谋的国土 一些国家政府提前对公民实施了旅行限制 以澳大利亚和美国为首 在中美对峙的关键战场东南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迅速收紧了旅行规则 而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 则在三月期间一直维持着与中国公路和航空运输路线 这四个国家在面对西方国家对人权和专制的批评时 在旅游贸易投资还有在地缘政治上都依赖于中国 第二阶段是其他疫情重灾区国家是否接受中国通过其所谓的病毒外交 提供的援助和建议 这个时候北京输出了医疗设备专业知识 提供了大手笔的援助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 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中国的援助 意大利等参加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 欧洲国家也接受了中国的援助 东南亚各国政府广泛欢迎中国的医疗设备和建议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中 尤其是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则受到更多 也有一些国家产生了强力回击 比如西班牙和荷兰拒绝了他们认为有缺陷的中国检测试剂盒 还有口罩 瑞典则关闭了中国在那里的最后一所孔子学院 然后是策略更激进的国家 美国总统川普将病毒贴上了中国病毒的标签 质疑北京发布了误导性的信息 并暂停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捐款 指责世卫组织与当局串通遗弃 但是现在这样的口风也有所松动 澳大利亚则更进一步 要求对于中国对病毒管理不善 以及世卫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进行独立调查 随着五月份经济部分重启 第三阶段已经进入白热化 尽管今年中国的增速将远低于预计 但是由于中国在病毒中受到的影响较小 恢复的速度也比较快 因此中国可能会比其他大国在今年晚些时候状态更好 那么问题是各国是接受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稳固地位 还是抵制这种情况 文章表示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 冠状病毒危机本来可以激发出 以中国和美国为首的国际合作 共同对抗病毒这样共同的敌人 但是相反病毒却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随着中美之间指责游戏的加剧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公开冲突 比近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 比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为疫情所困扰的情况下 中国不顾越南的反对 在南海设立了行政区 扩大了自己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迄今为止 美国包括密苏里州在内的九个起诉方 已经对中国提起了诉讼 指责中国没有阻止病毒传播 川普政府更是令人震惊的 指责中国是美国困境的罪魁祸首 这些指控可能会演变成加强经济战 甚至出现军事行动的理由 当然中国自然会对其认为是全球的替罪羊 和拖累其地缘政治主导的行为进行防御 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其实都有动机 通过寻找外部原因来转移内部视线 中国经济放缓让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明年中共百年大庆前在国内面临压力 而川普则面临选举年的挑战 深刻的危机 比如冠状病毒往往会带来彻底的变化 现在可能会迫使中美两国在国内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也是两国在海外的利益重新调整 比如川普可能会在今年的大选中失利 而习近平可能会被中共高层干部逼出局 从而导致继任者摆脱对抗走向和平共处 并重塑国际秩序 让双方都感到满意 让中国有更大的空间 让美国有足够的力量 虽然这样的局面会导致更多的国际合作 以及其他基于国内局势变化的国际合作 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牵强 但是不可挽回的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摊牌 对各方的不利都是无限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财经作家吴小波 在个人微信公众号的最新文章 他表示受到疫情影响 二零二零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今年全国第一季度GDP的同比增长降低了六点八个百分点 这让习惯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人感到非常不适 文章认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对两个数据非常敏感 一个是保六 也就是GDP的增速要保持在百分之六以上 另外一个是保三 也就是中央财政赤字率不能高过百分之三 而说到赤字 文章表示财政赤字越高代表着政府花的钱越多 赚的钱越少 那么目的标普这样的国际评级机构 就会下调中国的评级 之后想在国际上借钱难度就会加大 同时也会影响市场的信心 导致资本出逃 严重的话还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那么为什么评级这么重要呢 文章援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话分析说 目前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目的 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 而目的可以用平级毁灭一个国家 相信我有时我真说不清楚 这两者谁的权力更大 与普遍观点相同 吴小波在文章表示 在本年度内中国GDP想要保留 基本已经无望 即便二三四季度能够实现百分之六的增长 平均到全年大概也只能实现百分之三的年度GDP增长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也并不轻松 国家必须放大招 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建议 没必要恪守百分之三的财政赤字约束 政府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并且力度要高于二零零八年的四万亿计划 要达到五至七万亿元 但是这样会不会造成财政赤字上升过快 债务杠杆过高呢 文章分析指出不需要担心 有四个理由 首先是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和发达国家相比比较小 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七年 日本美国英国欧盟的财政赤字 占到GDP的平均比重 分别是六点八六点七六和三点五个百分点 而同期中国不到百分之二 所以仍然有提高债务空间的规模 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 很多居民都希望能够买到风险低利率高的国债 来代替银行的定期存款 而截止二零一九年底 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二十三万亿美元 中国的国债余额大概是二点四万亿美元 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发行量和投资需求相差比较远 因此未来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尝试用较低的成本发薪债 还旧债 第三中国政府有两个巨大的资产包 首先是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 另外一个是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权 资产数量远远超过国债余额 因此分析指出不用担心政府还不了钱 第四债务的杠杆率是动态的概念 它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 分子是国债余额分母是GDP 如果想要降低杠杆率 不应该只考虑降低国债余额 如果GDP的增速够快 那么杠杆率就不会提高 文章分析说目前中国已经实施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根据央行数据 四月份新增人民币的贷款是一点七万亿元 同比上升了零点六八万亿元 创下了二零一七年以来的新高 此外到四月末 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二百零九万亿元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十一点一 这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 还在进一步增大 这样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担心赤字的问题呢 作者表示应该谨慎的其实是资源措置的问题 文章引述哈耶克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派指出 当新增的货币通过信贷进入市场 银行的利率被压低 这就很容易误导大家进行一些错误的投机行为 而企业家盲目扩张 投资者疯狂炒股炒房等行动也会出现 文章表示钱不可能无限制的流入市场 利率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所以到了一定时间 央行肯定会踩刹车来减缓货币的发行量提升利率 而这个时候之前把摊子铺得太大的企业家 日子就变难了 借的钱太多利息越来越高 贷款难度越来越大 现金流也变得脆弱 为了不破产 企业家就会开始建卖土地裁员 空气太长的项目就会被放弃 变成烂尾楼 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文章最后回忆到 在一九二九年之前 美国经历了所谓的颗粒之繁荣 出现了工厂产能不断扩大 股票市场过度投机的现象 后来美联储采取了收缩货币供应量 银行企业和普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出现了恶化 最后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了大萧条 最后文章分析认为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 要警惕那些资源的错位配置 所谓的不该建的房屋被建了 不该拿到贷款的人拿到了贷款 不该出现的岗位被创造等等 否则等到国家收紧政策的那一天 市场就容易出问题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认为 现在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 不能够既往于独立调查 寻找病毒的源头 但是病毒的源头又必须调查 文章开篇介绍到 在二十零三年在中国 有一种未知的疾病 使得数百人感染了肺炎并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支国际团队 飞到中国帮助处理疫情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情 那场疫情就是SARS 当时有八百人死亡 而十年后 在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六年 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 世卫组织也在当地协调遏制和追踪病毒工作 引入一个国际组织团队来调查病毒 是有意义的 世卫组织得到了一百九十四个国家的支持和赞助 在一九四八年成绩时规定的任务是 让全体人民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但是记录显示 世卫组织对流行病的应对也并非一刀切 取决于所在国的疫情爆发和应对能力 现在世卫组织也缺乏进军一个国家调查卫生状况的权利 因为它必须要被所在国邀请 现在随着三十多万人死亡 让世卫组织参与到实地调查 帮助寻找中国中部地区首先发现的病毒来源 比近代史上任何一次疫情都更加政治化 美国和中国正在利用世卫组织作为代理来攻击对方 作为更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力冲突的一部分 从大多数人的看法来看 研究人员只是想寻找大规模疾病的根源 以消除病情的影响 但是华盛顿和北京的政治却一直在阻挠这样的过程 纽约非盈利性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法律学者和高级研究员表示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和美国都是通过地缘政治视角对流行病做出反应 这非常具有破坏性 没有人担心SARS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 他表示当时他曾经在事后建议世界卫生组织重写国际卫生条例 这样规则的修改是为了促进疫情报告的透明化 并帮助打击疾病跨境传播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总共有一百九十六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卫生条例标准 二零三年布雷曼在应对SARS的前线 当时这一位流行病学家被从孟加拉国的传染病工作中抽出来 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调查小组 他表示那是一个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不同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团结在一起 想知道什么是寻找到预防疾病的最佳方法 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但是这次的疫情是在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和不信任的情况下出现的 此前中美之间发生了长达十八个月的贸易战 在各种问题上相互指责 以及关于北京对南海地区的主权主张的冲突等等都不断浮现 现在疫情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 有一些美国政界人士表示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并表示北京应该为全球经济承受的损失赔偿 这一想法甚至得到了总统本人的公开支持 而北京的官员和中国媒体以自己的阴谋论进行反击 双方都没有为各自的说法提出证据 言辞激烈指责升级阴谋论 这是一个螺旋式的不良循环 专家这样表示 而世卫组织表示中国的科学家正在调查来源 包括发现首批人类病例的地区的市场还有养殖场进行相应的环境采样 并在追踪潮湿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种类和养殖动物的来源和类型 与此同时自中国向世卫组织发出警报旅来 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中国表示已经从武汉市场采集了数百个样本 其中有几十个带病毒的样本 但是却没有公开分享更多细节 目前仍不知道中间动物或者是病毒是如何进入人体的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数百万人被感染 还有很多人失去了生计 因为为了阻止疾病的传播而出现了经济封锁 世界各地企业纷纷停业 各国政府正在花费数万亿美元进行救助 而世界领导人也希望得到有关于病毒源头的答案 以防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作为这些要求的一部分 欧盟将在五月十八日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虚拟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 要求国际社会对现在的卫生对策进行独立审查 自二月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联合调查后 世卫组织上周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调查来源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同意进行国际调查 只表示支持在疫情结束后的适当时机 由世卫组织牵头进行全球调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表示 我们反对的是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试图把病毒的来源政治化 他们给予有罪推定发动国际调查 而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凸显了全球卫生系统处理流行病的结构性障碍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 对可能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疫情爆发处理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早进行调查 必要时应该包括世卫组织 规则还要求对疫情爆发的范围要完全透明 但是这样的国际条例却没有执行能力 各国是否要求世卫组织与他们合作 在当地防控疾病 要看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倾向 如果一个国家有手段的话 通常不接受侵入其领土的行为 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样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 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知识 中国不是一个拥有公开自由和公平新闻媒体的地方 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没有独立与政府的科学家群体 因此这就造成了对流出的信息的不信任 关键的问题是哪些方面会被纳入这次调查 哪些地方会被允许进入调查 如果他们不能进入一些被美国政客们认为与疫情有关的武汉实验室 那么这些人就会对评估的可信度提出质疑 但是如果根本不进行任何调查 那么将会造成更大的风险 如果我们不知道源头在哪里 这些动物可能会继续散播病毒 我们就永远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方面的最新消息 根据在五月十六日的新闻联播所披露的中央巡视组进驻现场画面 当天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的五个巡视组 全部完成了进驻工作 巡视组会在三十五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常规巡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的名单对外公开 巡视单位是中央政法委和国家宪访局 而组长是赵凤彤 赵凤彤是辽宁人 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生人 根据公开资料 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担任昌平区区长区委书记 二零零六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当时北京的市长是王岐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赵凤彤继任北京市委常委 担任过教育工委书记 海淀区委书记 市委秘书长 政法委书记等 二零一四年六月 赵凤彤担任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组长 二零一七年七月去职 此前十九届中央纪委已经展开五轮巡视 五轮巡视中赵凤彤都是第四巡视组的组长 在二零一八年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巡视中 他税队到四川贵州以及重庆陕西开展巡视 二零一九年的第三轮巡视中 他税队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及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巡视 在第四轮巡视中 他巡视的是最高法和最高检 现在他继续担任第四巡视组组长 这一次巡视的单位是中央政法委和国家宪访局 此前的巡视工作中 他所执掌的第四巡视组拿下了不少大老虎 可以说反腐成绩十分响亮 在二零一八年 中央第四巡视组先后在贵州四川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视 在巡视进驻期间 贵州先后有两大老虎被查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小光落马 五月四日时任贵州省副省长蒲波任上被查 王小光是二零一八年全国两会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干部 同时也是国家监察委成立后被拿下的第一只大老虎 蒲波虽然是在贵州任上被查 但他长期在四川任职 曾经是德阳市委书记 二零一八年一月刚到贵州担任副省长 在五月四日就被拿下 二零一八年十月赵凤彤又率队对陕西开展了一个月的专项巡视 在巡视组进驻期间 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尹安落马 二零一九年一月 赵凤彤向陕西省委反馈脱贫空间专项巡视情况 提出几点整改意见 其中一个是深刻汲取秦陵北路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教训 要把尽头用在脱贫空间上 以实际行动进行两个维护 现在赵凤彤挂税巡视中央政法委 根据新闻联播的报道 各中央巡视组将紧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查找贯彻落实中的形势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查找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存在突出问题 查找领导班次建设选人用人和机关党建存在突出问题 查找整改不到位 虚假整改等突出问题 而根据新闻联播的现场画面 郭升坤当时强调要诚恳接受中央巡视组的监督检查 认真整改发现的问题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中国经营报的报道 根据中国经营报五月十六日的消息 搜后中国的前总裁盐盐在二零一八年离职时 上市公司在六年前向其出售了八百一十八万股购股权 但是他从来没有行权 在二零一二年上市公司就向他授予了这一些购股权 行权价格是每股五点五三港元 而当时搜后中国在二级市场的每股价格是五点六七港元 盐盐在搜后中国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一年 从搜后中国离职时授予购股权的六年时间里 他至少可以让其中五分之三的购股权变成上市公司股份 如今搜后中国的每股价格不到三港元 如果当时盐盐行权 那么将导致数千万元的投资损失 文章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搜后中国的尴尬处境 上市公司位于北京上海核心区的商业物业 但是在二级市场却没有办法释放价值 在推进所谓开发销售向开发自持模式转型的背景下 从二零一四年开始 搜后中国还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抛售了接近三百亿元的商业资产 资产抛售后所收回的现金 相当一部分通过高比例分红的形式 流向了潘石屹张鑫夫妇设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 而不是留在上市公司用于再投资 在搜后中国大举兜售商业物业的过去几年里 上市公司极大提高了分红比例 最近六个财年里 搜后中国累计实现了一百三十五亿元的净利润 而分红派息总额则超过了一百二十六亿元 其中潘石屹张鑫夫妇分得了八十一亿元 文章介绍严严从搜后中国离开后 随即出任了黑石集团亚洲房地产部的董事总经理 此后市场上相继传闻 黑石集团将收购搜后中国持有的多处核心商业物业 并计划对上市公司私有化 传闻推动了搜后中国在二级市场的股价大幅上涨 上市公司在回应市场传闻时却含糊其次 而最终传闻里的潜在交易不了了之 今年五月四号搜后中国在港交所大跌将近百分之二十六 从每股三点七港元跌落至了二点七五港元 当天市场消息表示由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黑石集团关于搜后中国私有化的洽谈暂停了 其实在二零一九年十月底 另外一则搜后中国与黑石集团交易的传闻也在市场上发酵 当时消息表示搜后中国有意出售位于北京上海的核心商业物业 交易对价高达五百六十亿元人民币 买方团也是黑石集团牵头 当时传闻出售标的的物业清单里囊括了位于北京光华路 望京前门大街的项目还有利泽 位于上海的福星广场外滩项目天山广场古北项目等 上述位于北京上海的核心商业物业是搜后中国的八大金刚 几乎是搜后中国名下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商业物业 如果资产出售 那么搜后中国所持有的商业项目就所受无几了 中国经营报的文章还回忆了搜后中国资产抛售的历史 在二零一三年搜后中国开始推进所谓的转型 也就是由开发销售转向开发持有模式 这使得上市公司在北京上海开发的商业物业得以自持出租 但与此同时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搜后中国在二零一三年决定转型之后 抛售了数百亿元的商业资产 此后的六年里抛售了合计大概二百九十七亿元的商业物业资产 因此尽管搜后中国大局抛售商业资产 但是却也没有继续获得重大的开发项目 上市公司最后获取的地块项目还是二零一三年 在公开土地市场竟买的位于上海的古北地块 以及位于北京的利泽地块 迟至二零一九年初二零一九年底 这两个商业项目才最终建成竞工 而炎炎在二零一八年从搜后中国辞职后 同年公司的财务总裁唐正茂也离职了 唐正茂在公司任职超过十年时间 目前搜后中国的董事会里只有潘石屹张鑫两名执行董事 其中潘石屹出任董事会主席 而张鑫担任首席执行官 从二零零七年在港交所上市以来 潘石屹张鑫夫妇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没有发生过变动 到二零一九年底潘石屹张鑫夫妇通过设立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 仍然共计持有搜后中国三市三亿股股份 占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六十三 上市公司大举抛售商业物业过去六年时间里 相当一部分由资产出售收回的资金 被用于高比例分红派息 尤其是对潘石屹张鑫夫妇而言 在过去几年里从搜后中国取得了巨额的财富 转型后的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九年几年间 搜后中国累计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一百三十五亿元 其中根据上市公司令年分红派息方案 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超过了一百二十六亿元 股利支付率接近百分之九十四 六个财务年度内 搜后中国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累计金额是二点四三元 因此按照潘石屹张鑫夫妇所持有上市公司 共计三十三亿股股份计算 期间从搜后中国累计取得了将近八十一亿元的现金分红 其中搜后中国集中抛售商业物业的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 上市公司在此期间实施的高比例分红 让人觉得很惊讶 期间搜后中国的规模净利润 而由此派发的末期以及特别股息 绝大多数是现金分红流向了潘石屹和张鑫夫妇 设立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 这也意味着资产抛售后的相当一部分收回的资金 已经落入了潘石屹张鑫夫妇的家族名价 而没有留在上市公司用于再投资 搜后中国在二零一九年已经决定不进行分红派息 这是其在二零零七年赴香港上市以来首次这样做 到二零一九年底 搜后中国所持有的现金资源是二十四亿元 比年初的五十七亿元已经大幅减少 而上市公司同时背负了多达一百八十亿元的代息债务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报道 根据香港明报在五月十六日的报道 十五日晚全国人大会议新闻中心发出了中外记者采访两会通知 公布了中外记者这次采访的方法和规则 而由于现在抗议的需要 绝大多数中外记者不能像网界一样 在天安门广场一带进出 文章表示能否出入天安门地区采访和拍照 让外媒记者感到困扰 不止一位外媒记者表示 在进入天安门地区安检站时 看到护照签证栏有记者标注 安检人员就会质疑进入天安门地区采访的目的 并由执勤警察进行进一步的查证 警察会告知 如果到天安门地区采访 那么需要持有天安门广委会开局的证明 不过很多记者要么是嫌麻烦 要么是时间不允许就放弃了 文章指出原本两会期间是唯一一次 不需要持有天安门广委会证明 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的机会 但是这次恐怕会有所改变 文章作者引述资深经理表示 安检站以及天安门地区执勤的警察 对中外记者很敏感 前两年曾经参加大会堂一场领导人会见活动时 五间外出吃饭 但是返回时即使是持着官方发的采访证也不获通行 最后还要向大会堂求证后才让进入 作者回忆 关于天安门地区禁止出境采访的规定 源于二零零四年实施的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 但是在二零零四年或者是二零八年的版本中 均没有要求记者在天安门地区采访 去提前向管委会报备 在平时的执行过程中 有时要看安检人员是否有灵活性 他表示如果带着整套的装备出示记者证 那么肯定会被阻拦 但是现在采访设备日新月异 除非所有进入广场的人都不能使用拍照设备 否则没有办法真正阻拦 对此记者在文莫表示 一个高度自信而开放的国家 应该更加敞开胸怀拥抱沟通交流 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防火防盗防记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这是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